在彎豆裡面還有幾個教室工具 我覺得還不錯 像這個 有沒有 偶爾會用到 這個沒有成員 換到我們這邊來 其實老師有很多這種工具 這只是其中一個 你看現在32個 為什麼會有32個 因為有重複登錄 你可以選擇一次要抽幾個 有沒有 假設我還是要抽兩個 好 開始 老師今天可以去買樂透的 有沒有 通常用到這個功能的時候 同學精神為之一陣 就算不是他 旁邊人會提醒他 睡覺的也會起來 所以還不錯 這是一個 但是我通常可以講 我都用這個功能 都是要叫同學自己上來按 因為這樣就不是老師害他 是別的同學按到他的 所以可以像這樣 那當然您如果說要做一些倒數計時 其實也蠻好玩的 反正就是多了一些這些工具 讓我們課程上可以再多做一些應用 好 那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任務在這邊 你看我有沒有好多個任務 如果你要調整順序怎麼辦 我們剛剛是從這樣新增任務 那如果你要調整順序 這邊就不能調對不對 請你從右手邊 完整功能這邊來 有沒有注意到我們右手邊這個任務 現在就是11個 因為如果你比較多的時候 在最下面有沒有寫字更多 他會自動收起來 你看一下任務 來按住他 有沒有可以拖曳 這樣瞭解 不用按存檔 這樣就算生效了 就可以了 相對的如果你要編輯裡面內容 一樣打開他 是不是一樣進來編輯 所以我說這裡是比較完整的功能 可以像這樣去做 那萬一如果你是跨區的 什麼叫跨區的 有看過跨區舊塗嗎 就是這個我新增錯了 我應該放到下面來的 這樣瞭解嗎 你可以跨區拉過來 不是只有在同一區可以調整 瞭解 你可以拉過來 但是記得按存檔 假設我拉到下面來 按存檔 上面是不會改變 只會把它複製到下面來 所以上面的你要自己再刪掉一下 要自己再刪掉一下 這樣應該就會了 對不對 好 這裡我就收起來 最後還有一個 當你有不同班級的時候 我們講過是不是可以用複製的 有沒有發現上面有複製 你看我點一下 有沒有發現我其他的 可以從其他的班級 就是所謂的群組裡面 直接去複製我要的任務過來就好了 這樣您瞭解意思 所以通常我比較常做的是什麼 我就把一個做好就好 剩下的複製 當然如果你要再更進階一點的 它有一個是付費的功能 是整個課程直接複製 什麼叫整個課程直接複製 看一下在這邊 我如果在這邊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叫匯出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功能叫匯出 我可以把整個課程 全部的內容全部匯出 那匯出之後呢 你可以按下載 下載完 我現在來建立新課程 您看一下 建立的群組 建立的群組 怎麼不見了 建立 它有一個匯入的 因為它有一個匯入的 這個我發現它不見了 可是我跟它反應一下 因為在那個 它有一個匯入 就是你剛匯出之後 可以直接把整個檔案匯進來 那這樣你的所有的內容就一起複製 我們剛剛那個任務複製只有複製任務而已 對不對 包括右手邊那些什麼 連結都沒有在這邊 我們右手邊這裡 不是有其他像什麼獎勵 課程 檔案連結有沒有 如果你需要連這邊一起複製 那它就是要用整個一起做的 會比較方便 這樣子 ok 好